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学一下 Python 3的安装 蟒车3的安装 该怎么做 看一下知识点 今天的课程就一个 Python 3的下载与安装 我这有一个下载网址 我都给您列出来了 您直接拷贝 就能够使用下载 但是注意 我这里有个注意事项 什么注意事项 大家请看 32位版本和64位版本 请您一定不要搞错 为什么我说这么一句话 是因为 咱们马上访问一下 它的下载网站 是因为它的网站 做得非常不好 大家请看 进来之后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下载Download Python 3.7 没问题吧 如果我点击它下载的话 有个什么问题 它默认下载的是 32位版本 非常的不友好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 客户端大部分 都是64位了 对不对 那么很多朋友就犯错了 唯一点击 也可以下载 没有问题 让我安装发现 不对了 怎么是安装成32位版本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您注意的地方 那么该怎么下载 比如说像现在 我的虚拟机 是64位的 我不可能去下载 它的32位 对不对 那么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不点这个地方 我点下面这个地方 这帮帮帮 出来这么多版本 对不对 我点这个3.7 我点这个 当然3.6也行 无所谓 3.7刚出来 热乎了 可能有bug 所以说 您有朋友说 我用3.6.6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 它们都是这个 6.27号发卖 不是发卖 发行 release 发行跟发卖 差一个字 区别太大了 好 我先点击3.7 净看得到 这个才是真正的下载 因为 然后往下找 找 像现在我是64位 对不对 我就找 Windows64的 这个版本 而且是 可执行的 安装 一搜了 我点击它下载 大家请看 这还看不到 这样吧 我这样 简正看一下 我看能不能看到 大家看这地方 它不光说是3.7 而且加了一个AMD64 咱们一定要这64 才说明是64位的版本 千万千万不要搞错 下载完之后 咱们马上安装 因为我今天课程 不光是下载 还要安装 安装是有一个 注意事项 我先回到这个里面 让背景成为黑色 注意什么问题 大家请看 这有一个叫做 添加蟒蛇3.7 Python3.7 到Path 一定要挑上 当然直接选安装就行 但是我这个 不想直接安装 为什么 因为我想做一些设置 或者说 看看咱们这个安装包 都有什么内容 所以说我点这个定制安装 大家请看 文档安装 PIP安装 PIP是什么 听过我这个NoteJS朋友都知道 它就相当于是NPM 是一个包管理器 包括今后 我给您讲了 这个Anaconda Konda也是管理器 所以说咱们注意 PIP是必须要挑 没有之一 这个是TCL 这个是一个IDE 这是非常不好用的IDE 但是作为蟒蛇UI的开发 展示了一个软件 安装上它也行 但是我肯定不用它 但是先装上它 然后测试套件装上它 然后Python Launcher 这个一定要装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如果不装Launcher的话 咱们敲起来会很长 PYTHON 然后再做今后的网车文件执行 如果装上Launcher之后 我只要去敲PY就可以用 所以说默认的选项 咱们都要挑上 没有问题 下一步 Next 哇 安装给所有用户 都没说 对吧 安装网车到环境目录 这就刚才的地方 但是我选是定制安装 所以我这边再选一下 然后预编译标准库 这个展示先不要 这要上 这我所谓先不要上 然后这个是整个的 我安装的目录 没有问题 哇 安装 这个是这样 大家请看 这有一个调试Debug的库 我是这么想 就说这个VS Code 好用不好用 好用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 它的Debug模式不是很好用 如果咱们真的想Debug它的话 那么我推荐您使用 Microsoft的Visor Studio Community这个版本 所以说这地方我不挑 因为我不用它的 这个Debug的功能 好 咱们选安装 OK 装3.7 今后咱们课程 就基于最新版本3.7 进行讲解 反正拿它解释编译一下 也不花多少时间 而且我的这个课程 虽然我的课程是基于 3.6.5做的这些个代码 但是3.7肯定能跑 没有问题 装完之后 咱马上运行 看一下实际效果 稍微有点慢 因为咱们这个蟒蛇最基础的库 其实功能并不是很强 虽然有很多 不是很强 真正强大 是它的一些第三方库 科学计算 数学计算 图表显示 非常的好 包括这个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 这是咱们今后 一起来探讨的领域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 非常非常的 要求您的这个数学 高等数学功力要强 这两天我也在考虑 今后我讲这个 人工智能的时候 该怎么讲 因为我一说倒住 可能一般人 把90%估计都挡在门外了 是吧 我要对这个 世子精求导 我天哪 可能把95%的人 又都挡在门外 这该怎么做 这还真是我今后要考虑问题 我怎么把咱们这个 人工智能讲的非常的简单 让您一学就会 这个是我今后面临的课题 因为现在我发现 所有的这个市面上 讲人工智能的书 包括一些视频 都不是很好 起点都很高 我呢 想拉低它的起点 这是另外的话题 好 咱们安装完之后 咱们看看 安装上没有 我开一个这个DOS 然后这儿敲 PYTHON 空格 敲一个V 看一下 大家请看 版本是这个3.7 然后因为我装了Launcher 所以叫PY就可以 看一下版本 3.7没问题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包管理器 PYP 没问题吧 这是咱们的包的管理器 然后呢 它的版本是最新版本 10.0.1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 这是什么意思 是说 以后咱们用这个包管理器 安装的所有的包 都会放在这个路径下 一定要注意啊 比如说 我也不想给我这个机器装一个软件包 比如装一个这个南牌 行吗 装一个这个数学计算的包 那么这个包这个文件都装到哪去了呢 装到这个目标下去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目标您不用记 您只要在这个DOS平台下 直接敲这个PVP -V 它就自己出来了 不用记 但是您应该知道 以后我用这个包管理器进行安装时 您的包都装到哪去 这个作为一个技术知识 应该要知道 OK 好 咱们看一下我课件 装完之后 咱们简单的设置运行一下吧 怎么设置 咱们看 VSCode设置 我要敲上Ctrl Shift P 干什么 把这个蟒蛇的环境给指定一下 好 试试 Ctrl Shift加P 指定什么 指定蟒蛇的解析器的环境 然后这叫Python 因为我是第一次运行 所以稍等一下 我应该看看这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 我还没有装这个蟒蛇的 这第三方的插件 没装 好吧 那么咱们今天正好把我这个 VSCode的蟒蛇插件装上 这第一个 这是微软官方的 大家请看 下载的次数是1200万 而且这个好评如潮 对吧 咱就装它 因为我在我的这个 host的主机安装了 但是没有在这个 虚拟机中进行安装 正好咱们借着机会安装一下 安装完之后 咱们就能够选择一个 这个蟒蛇的解释器 这样今后咱们在这VSCode中 再开发 再运行的话 都是基于咱们选择的这个解释器 当然了 咱们每台机器 可以装多个版本的Python 对不对 多个版本的蟒蛇 那么咱们如果说 想解释 想运行它 基于哪个版本的Python呢 是要咱们通过这个 选择解释器的 共同进行选择 这也是非常简单 这个安装 怎么会这么长的时间 咱们简单等一下 还是说我装完这个Python 我得需要重新启动一下才可以 应该不用啊 正在安装嘛 对不对 OK 重新加载 今天网络可能有点慢 OK 加载成功之后 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试试啊 我再点击Ctrl Shift加P 应该能出来了 因为它重新加载了嘛 对不对 然后交Python 出来了 大行看啊 让我找到Python 选择解释器的地方 我看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选择解释器 这个地方 Select Interpreter 选择它 然后呢 我本机应该是让我选择 大家请看 这是我刚刚装的 这个Python三达系的目录 对不对 我选择它 这样 以后我的VS Code 所有基于这个蟒蛇的解释 就是通过这个版本 进行解释啊 那咱们要试一下 怎么试 大家请看 我就有一个 HelloPy 对吧 HelloPython 咱们马上运行 老规矩啊 HelloWare 敲过来之后 然后 这让我选择这个Lint 这个我不选Lint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做这个 教学课程时候 选Lint的话 非常的让人讨厌啊 他总是说 你这个编码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蟒蛇这个 最后一个这个结尾 可以不用分号 OK 那么我们怎么运行它 两个方式 D 我在这挑右键 然后选了这个命令行符号 命令行符号 然后直接挑Py 然后交上我这个Hello 这样可以运行 怎么没打出来 我看看 Hello HelloWare 不好意思 我这没有输出一下 Py Rint OK这样可以了 这是一种运行方式 出来的吧 HelloWare 然后把它关掉 还有另外一种运行方式 我在这个蟒蛇Py的 这个页面编辑器的 ID的这个里面 敲右键 大型这个地方 在中端中运行Python文件 点击一下 效果一样嘛 对吧 这两个方法呢 都可以 但是有什么区别 我在这个下面 选这个菜单里面的时候 大家请看 我的根呢 是基于我的这个 客件的根 对吧 然后呢 我当正方式 我是不采用啊 为什么 我是采用这种方式 在这里面 基于右键 在命令行打开方 这个命令行 打开这个命令行符 这个地方为什么比较好 因为今后我要做这个 外部组件 外部模块的时候 必须有当前目录的概念 所以我呢 推荐您用我的这个方式 在 这叫什么 我把它念全了 在命令提示符中打开 咱们一般用这个方式打开 然后在这里面 咱们直接敲Py 然后呢 敲上咱们的文件名 再执行它 这个呢 对于外部模块 引用的相对路径来说 这样的更便于理解啊 所以我今后的课程 都用这种模式进行 给您讲解啊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Python3安装的客件的所有内容了 有几个注意点呢 提醒您一下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然后这地方我把它敲全吧 这个地方应该说是 敲上一个print 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到控制台上去 OK 以上就是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上到YouTube 包括我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Python3的第二期的视频 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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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